自活见识的修行梦。 这两句话有两种说法。 第一,如果是按照太虚大师的说法, 他认为这是问四十四星干位之前, 用什么方法有见识可以使他镇定, 而具象于后边修行的明目。 那么意思就是问第八经元开头的三见识。 三见识就在这两句话里面问出来。 这是第一种说法。 第二种其他一般诸诀的说法, 认为这是为修行到了无功用的时候, 叫做真修。 还不到无功用道之前, 叫做原修。 那么在原修需要有帮助。 就是毕竟需要有助缘啊, 才能成就他的修行。 到了真修啊,无功用道, 好像传入江,长江的中心啊, 跟着顺随流去, 不用功力, 那个叫做无功用道, 那才是真修。 一般就认为这种说法, 是自和见识到修行目, 那个修行目是指的那个真修。 啊, 见识修进而来, 到了什么时候, 才到了这个, 呃, 可以叫做真修的这个阶位。 这是一般, 普通一般诸诀的说法, 都是属于这一类。 另外有人认为, 自和见识的修行目, 认为是开头的问话。 啊, 要怎么样子修行, 按照识记, 呃, 成就这个, 从出发, 出发心到成活, 这个修行的名目。 所以有人认为呀, 自和见识的修行目这两句, 应当搬到前面, 如是修正佛山摩提下面。 他的看法说, 这个文字印章是这样, 如是修正佛山摩提, 自和见识的修行目, 未到涅槃。 然后说, 人和名为甘慧之地, 四十四星, 一和方所名入地中, 人和名为整觉菩萨。 这又是另外一种说法。 这种读法, 也有它的道理存在, 为什么呢? 因为问三件事是在甘慧之前的, 那么就是说, 要成佛果的三摩提, 成佛果的大定。 那么有什么见识来造成它的修行, 成就后边修行的名目, 这是指还没有到涅槃之前的结尾。 好像文字也蛮通顺的, 不过佛法是远勇的了, 搬来搬去没有什么关系, 它好像都可以通啊, 道理说得通, 问题就解决。 能不能说得通? 就是看你的这个智慧, 有这个智慧就可以通。 这样说也是有道理, 那么尤其张学大师认为这是问的三件事, 更是在前面才对。 不过, 经文固定是这个样子, 我们不能随便乱搬。 不能因为我们的看法是如此, 我们就把它搬, 这样子一步经会搬搬乱了。 它搬一句, 你搬一句, 搬来搬去, 那一步经不晓得哪一种才对。 所以这个搬是不可以, 不能搬。 你要怎么解释, 解释可以。 按照你的看法提出来做参考, 那是无妨的。 那么如果是经文嘛, 必定要按照原文放在原位, 不能动它。 所以这个智慧见识的修行方啊, 把它看作, 问前面的三件事很有道理。 原因就是, 如果偶然没有问, 佛未必就提出来。 虽然是有道理, 但是我想, 偶然总然没有问, 大佛的时候需要说明的, 佛还是会说的。 不过因为偶然没有问而不说。 没有这个事情。 看看后文佛的说话就可以知道了。 前面的十二内三, 偶然问吗? 没问。 偶然没有问十二内三。 可是佛不是先说十二内三吗? 这可见不一定要等偶然问才说。 佛应提出法。 偶然问法有的时候会有说漏, 他还没有就见成佛呀, 而且他还没有到二国呢。 所以他的问法未必就是最周圆。 有他没有问到的地方, 佛还是会提出来。 不会因为他没有问到而不说。 所以三件事有没有问, 这个没有什么关系。 佛他总会说的, 尤其像后边的十二内生, 要说明这个众生, 以十二内包含一切。 那么然后到第八语言开头就讲三件事。 那么三件事就是修行的最初的主要的帮助。 所以必定要有三件事。 没有三件事后文要成就的机会就很少了。 这是第三个问法。 这是第三个问法。 智和见词的修行目。 第一次, 我当然问法, 问说, 一何方所明如地中。 意思到, 到了哪一个方向哪一个所在, 就是哪一个阶位, 才叫正入于十地之中。 地中,文字简单, 就是十地之中。 就是, 去向于初地乃至十地。 要到什么时候, 才能修行到初地乃至十地。 这么后边经文, 释迦心之后, 说十地。 这是说, 四十四星之后, 要去向于十地, 到等觉, 到重破。 第五, 欧南勒再问, 最后的问法是说, 愿何名为等觉菩萨? 等觉。 等觉的觉啊, 就是指佛国。 以佛国已经相等了, 只是少最后一生而已了。 最后一生就在菩提处下成佛。 所以叫做等觉, 这就是一生补处菩萨。 一生补处, 就像弥勒菩萨, 在兜率天, 等待这个成佛的机缘。 到了之后, 他就下生。 那么也在佛地书下, 那么, 降谋, 成佛。 那么, 这个问是, 到哪一个阶位到, 叫做等觉菩萨? 这是欧南第五问。 把这些问法一一问清楚。 然后啊, 要表示问法的全程呢, 说要向佛顶礼。 最后说, 说是于五体头地, 大众一心, 度佛慈婴, 灯蒙粘粮。 这是结极的人呢, 把这个文字连贯起来。 说当时欧南, 他来到佛前, 请问上面的法, 问法, 问完毕之后, 他向佛五体头地, 顶礼。 做是于于, 是于, 就是指前面欧南的问法, 从世尊到等觉菩萨。 这个话说完, 就是叫做于于, 于就是完毕。 这个话, 问完之后, 欧南很自称公经的, 向佛五体头地, 顶礼。 顶礼之后, 然后归位等住听法。 这个时候, 大众一心, 度佛慈婴。 大众, 全体在听众, 愣言会上。 经过欧南的问法之后, 全体在听众, 专一起心。 这个一心呢, 就是自心一处无事不絆的, 这个一心。 啊, 把心, 安置在文法的这个地方, 洗耳恭听。 啊, 那么, 用心的听, 度就是等, 等待佛的慈悲的法音, 来开导大家, 明白这个菩提路的结尾。 灯, 眼睛看久了, 直直地看, 看久了, 真的大大直直地看, 看, 就叫做灯。 灯, 看久了, 会蒙。 啊, 会蒙福不清的情况出现, 灯蒙。 啊, 那么, 这是大家向佛呀, 行注目礼。 大家看着佛, 灯蒙, 啊, 直直地看, 看久了, 犯蒙了, 还在看。 这是表示瞻娘, 对佛的, 呃, 瞻, 就是看, 娘是娘母。 嗯, 娘是你见, 嗯, 所以显示她大家, 对佛的这个尊重心, 爱, 而敬爱心。 那么, 一直等待佛说话。 那么这个欧南的问范问完了, 佛就先赞叹了欧南, 啊, 准许要为她来做解释。 所以佛的答复是说 大涅槃 前世无上正修行动 你听听 当问你说 我难大众 火掌枯心 默然受教 这是先赞许 赞叹我难 还会问 问得很好 那么然后才为他 一详细说明 而是 就是欧难的问法 说完正在顶礼的时候 四尊 释迦牟尼佛 赞叹欧难尊者说 善哉善哉 善是好 哉是依我生 很好啊 欧难 你问得真是太好了 你等来能 普畏大众 集中默示一些众生 这是占欧难的用意 你指欧难 等于所有的大家的发心 都为了普遍 为了未来的一切大众 普畏 就是没有界限 没有内边 平等普爱 普遍的爱护一切众生 所有的大众 到了末法之士 即是病急 当时佛在世的 这个听众不用说 佛灭度以后 正法相法 尤其到了末法之士 病急末法之士的一切众生 诸 潜似末法众生很多啊 佛灭度后到了末法之士 有很多众生 以佛有缘 也会想要发心啊 修学无上菩提 我们 尤其在座 诸位 都是属于 这一类众生 就是末法之士 大家都有信心 那么以佛有缘 都肯发心了 修学佛法 那么为了要修佛国的 三摩提 三摩提就是三门 求成佛国的大定 无上菩提的定功 这是求大圣 大圣就是救济佛国 平常称三圣 生文为小圣 圆觉为中圣 菩萨为大圣 或者说二圣 大圣小圣 生文圆觉为小圣 菩萨为大圣 那么现在说 大家都在求大圣 就去无上菩提 要求成佛 大家都发心 要求成佛 希望成佛到无上菩提 那么这就是 从于凡夫 中大涅槃 全是无上正修行路 从凡夫开始 就是泛泛之夫 六道众生 从这个凡夫的境界 开始发菩提心 我们大家都是从凡夫 发菩提心的 不过在座就位 不一定 也许有